生肖鸡,鼠鸡的人聪明伶俐,11月4日开始咸鱼翻身变富豪,好运气不断,横财遍地,他们吸取了年轻时的经验教训,性情变得愈加沉稳,贵人和财气开端向他们挨近,工作也愈加顺心如意。 他们的财富也跟着工作的开展水掌船高,越来越富有。 生肖鸡,鼠鸡的人比较冲动,不过也非常果敢。 虽然今年是猴年会有犯太岁,但只要多加注意,还是会在生活上有许多的好运,惊喜会经常发生。 他们只要是认定的事会坚持到底,不过也会注意他人建议与提醒。 知错会及时改正,不断进步。 4号以后生肖好运是有所转变,好运会开始多起来,做什么都能够有惊无险,顺顺利利,并且身体健康,万事如意,财源滚滚,大富大贵。 生肖狗 生肖狗的朋友们就是天生吉祥物,他们能够给家里边带来不断的好运,可以说能够风凶化吉。 11月4日横财空降,运势逆天,红运当头,并一夜暴富,定赚的盆满钵满,不论遇到何重困难, 生肖狗都能化解,他们旺家财,得财运。 生肖狗 属虎的人天生就有领导气质,总是会在企业中获得很好的职位,能力比较好,可以带出非常好的团队,生活中也会不断寻找有趣的事。 充满精彩,对待他人会替他人祝祥,四号之后生肖狗运势非常好,不断有惊喜,财源滚滚,财运亨通。 充满灵 充满灵 充满灵